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现象呢 是有一位叫舒比克的学者 他在1971年发表了一个相关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 他把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拍卖情境 去做一个规则上的调整 我们以往认识的拍卖 就是大家竞标一个商品 最后价高者得 那这位学者采取的竞标规则 叫两人付款拍卖 什么叫两人付款拍卖呢 简单来说 竞标任何商品 最高的出价者跟第二高的出价者 都必须付出他们所喊的价格 差别只是在于最高的出价者 他付了钱之后 他可以把东西带回家 而第二高的 他只能白白的把他的钱花出去 而得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规则底下 他就会创造出特别是 最高价跟第二高价的竞标者的一种竞争关系 比如说你喊一百块 我就一定会再往上喊 如果呢我往上喊 那另外一个人他为了避免他所喊的价格的损失 所以呢他也会不断的往上堆叠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拍卖规则 后续就有一些研究者 他以真金白银作为拍卖的标的物 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拿20块美金或100块美金 作为拍卖的标的 看看大家会出价出到多高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如果是艺术品 他到底价值多少钱 他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做混淆 可是如果竞标的商品本身就是100块美金 那你说他的客观价值是多少 就是100块美金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看看大家会花多少的代价 去带走这100块美金 所以理论上来说 只要我标到的价格是低于100块美金 那我这一笔买卖我就是赚到了 所以呢拍卖的规则 让一群人竞标 然后以每5块钱作为单位做起跳 那可想而知都从5块开始 于是有人喊10块 15块 20块 如此这般堆叠下去 所以呢 当他开始拍卖百元大超的时候 一刚开始大家都很热情参与 价格提升得非常快 大概平均喊到60块到80块的范围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概就会只剩下 喊价最高的两个人去做竞争 其他人就逐渐退出了这个战局 但在此同时 这两个竞标的人 大概也知道自己被套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出价60块的那个人 他一定还会再出价70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出了60块 另外一个人为了害怕自己的55块有所损失 所以呢 他会喊65块 可是当他喊65块的时候 我为了害怕我自己的60块有所损失 于是我会喊多少钱 70 所以呢 如此这般竞标箱下去 我们都知道 一直到喊到一个临界值 叫做95块和100块的时候 这时候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喊到100块 那我竞标的商品就是100块美金 等于我付出了这100块 拿到100块 我等于是不赚不赔 可是如果我要继续往上喊 105块 110块 甚至于150块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等于要付出超过100块美金的价格 而拿到只有100块美金的钞票 可是别忘了这个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叫两人付款拍卖 也就是说啊 那个在竞标过程当中的输家 他可能要付出超过100块美金的价格 但只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到最后 于是呢 他喊出来的价格他要付 但是他拿不到100块美金 所以到最后这两个人 可能都会不断的往上堆叠价格 为的只有一个目的 叫做逼退对方 可是你仔细想想 这个两人付款拍卖的游戏规则 其实每一个出价的人 等于是在为自己制造问题 因为当我们要出更高的价格 来逼退对手的时候 那对手其实也是这样想 两兆双方一路缠斗下去的结果 就是一场灾难 所以得标者和第二高标者最后付出的钱 往往会是原本竞标金额的好几倍 所以呢有研究者在他主持过的超过500场以上的拍卖经验当中 发现最后两个人都是在比狠的 没有哪一个竞标者会占到便宜 而且还会让人损失很多的钱 这里面的结果显示出来 如果他拍卖的标的是20块美金的钞票 他曾经用400块美金把它卖出去 等于说我花了400块美金 只拿到20块美金 那如果是百元钞票 也曾经卖到超过1000块美金 所以跟你分享这个现象 不知道让你联想到什么 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有很多大小事情的冲击 让我们必须要做很多决定 可是往往我们会很下意识的 觉得事情来了我就要去做 事情来了别人出招我就要接招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状况 也就是说有些游戏连开始都不要开始 其实一个会做决策的人 他会发现有些状况不要采取行动才是正确的动作 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看出这其实是个陷阱 就算是再小的金额都不要寒假 这个部分回到我个人成长的经验 我小时候家里有长辈 投入了当时叫红源的地下投资公司 简单来说套一句我们现在都懂的 就是庞氏骗局吸金老鼠会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时候红源这家公司的一些弊端被爆发出来的时候 这些红源的投资人在红源公司的测动底下发起了一个活动 很有趣 他们那时候的活动叫做为了挽救这家公司 为了救这家公司 也就是说让红源不要倒 才能够保护自己领利息的权利 所以为了救红源公司 来策动这些投资人投入更多的本金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理性的行为 可是大家仔细想想 为什么诈骗集团要嘛就是骗不到 要骗可能就会让这一个人像失心疯 像被下了符咒一样 很疯狂的去会钱 甚至于还正正有词的跟身旁的人或跟警察说 自己完全没有被骗 因为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研究一样 当你已经身陷其中了 你任何时候收手就等于你要承认损失 可是承认损失是在人性当中很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了维系起自己表面上没有受骗或者是没有损失的幻象 你会一直追加进去 这倒不是说这些受骗的人包含我童年经验中的长辈 有多么的愚昧 而是真正的关键在于 有些游戏连开始都不可以 当我们太想要或者太害怕失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极为的不理性 所以跟你分享到这边 检视一下自己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些你太害怕失去 你太想要 导致你自己不断的合理化 甚至于付出更多更多的心力金钱 可能是投入在一个关系里 或者是投入在一个没有未来的事业 我是凯宇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请在这一段影片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